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没如满 但是双方的家庭早有此意 宋沙瓦丽年轻的时候 贼父母在英国接受教育 思想进步 时尚开明 马哈还是挺喜欢她的 师弟及王后考虑当宋沙瓦丽强大的家族背景 1977年1月3号 将年仅20岁的宋沙瓦丽嫁给了比她大5岁的表哥 马哈王储 宋沙瓦丽被扑密棚国王授予了王储妃的头衔 结婚第二年的他们的宝贝女儿帕查拉公主诞生 王室一片欢腾 扑密棚国王和施利及王后都特别喜欢这个孙女 可是马哈却有了外遇 她与一位年纪16岁的年轻女演员余瓦达混在了一起 他们同居并生养了孩子 宋沙瓦丽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但是她仍然坚信马哈还会回到她身边的 还在家精心地照顾帕查拉公主孝敬公婆 可事实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 马哈和于瓦达在一起 八年生养了五个孩子 她只好带着于瓦达和孩子们回到王室 提出与宋沙瓦丽离婚 尽管宋沙瓦丽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办法 在泰国王室的权力高于一切 考虑到宋沙瓦丽的家族背景和势力及王后的面子 宋沙瓦丽被继续留在王室与帕查拉公主生活在一起 并重新赐予了她王妃的头衔 担任王室部分慈善机构职务从事慈善工作 虎密鹏国王去世以后 马哈继任王位 2019年拉马十世国王加冕时 宋沙瓦丽被册封为义母妃 继续从事公共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事务 接纳泰国红十字会 多个慈善计划以王妃名义实施 先国王和宋沙瓦丽在王室确立了较高的王室地位 先任王后苏迪达都签字跪拜宋沙瓦丽依母妃 苏迪达王后在马哈的其他几位女人中 相比还是出类拔萃的 但是她没有办法与宋沙瓦丽相提并论 无论是家族背景还是个人的影响力 帕查拉公主更是财貌双全 拉马十世国王和施灵通公主的左膀右臂 独立助手 她们在泰国民众中早已拥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 帕查拉公主很可能是成为新一代的女王主 据小刀消息 苏迪达与马哈在2014年就已经有一个私生子 只是一直没有得到王室的确认 按理说现在他们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后 这个孩子完全可以公开了呀 苏迪达现在待在国外的时间也比较多 这中间到底是不是在陪伴儿子 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说辞 苏迪达可能感到很着急 如果他真有一个儿子 那他必须要尽快地将他带回王室 恢复王子身份 特别是在马哈还没有宣布王储名单之前 这个月4号是苏迪达生日 马哈都没有让苏迪达王后回国 也不知道是何容易呢 当地时间6月14号 泰国著名演员散兰于 翁家章的葬礼在曼谷举行 王室成员纷纷地献上花篮 特别显眼的是 摆放在最中间的位置上 并非是苏迪达和拉玛十世 而是原配宋沙瓦丽与拉玛十世 人们意外地看到了 拉玛十世与原配宋沙瓦丽 竟然同框站在了一起 宋沙瓦丽脸上露出了沙尔的窃血 虽然他们当初因为离婚吵过教 但是他们除了夫妻还是亲戚 他们完全不同于其他被马哈抛弃的夫妻关系 宋沙瓦丽一直居住在王宫 具有王妃头衔 享受王室成员礼遇 重大活动时 马哈都会邀请她参加 在不少泰国民中心中 宋沙瓦丽仍然是马哈的王妃 目前在王室的第三代继承人 只有帕查拉公主 斯日凡公主和提帮公王子 斯日凡公主已经明确表示 她不参与王主的竞争 那么只有帕查拉公主和提帮公王子两人 这和当年马哈和施灵通公主一样 而提帮公王子众所周知 存在学习障碍症 各方面能力都远不能与帕查拉公主相提并论 马哈如果从长远角度来考虑 帕查拉公主是下一任国王的最合适人选 苏提达的如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 拉玛九世当年19岁 系替在航空被刺杀的哥哥王位 动荡不安的时局 已经让泰国国王这意志高无上的保卫 成为一个最危险的职业 还是普密鹏的母亲英明 为了国家为了王室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他不想再失去普密鹏 当他得知普密鹏与施力级相识相恋之时 他极力赞同促成他们的婚姻早日成功 老人家清楚得很 施力级家族背后强大的家族势力 这是普密鹏生命的保障 施力级的父亲是泰国驻英国的外交官 当时对他们的婚姻就极力反对 理由就是国王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然而施力级和普密鹏 他们确实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施力级的美丽吸引了普密鹏 普密鹏的才华和技能 也深深地打动了施力级 施力级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 普密鹏以后身为国王不能迎娶三公六院 只能一生爱他一人 这个条件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 对于一个国王来说确实有点困难 普密鹏也是真的喜欢施力级 他答应了这个条件 而且说到做到 他一生再也没有爱上第二个女人 一言九鼎 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赢得了泰国民众的无比信任和爱戴 施力级的整个家族对普密鹏国王都另眼相看 他也得到了王室和贵族的尊重 可以说普密鹏国王能够稳定泰国局势 顺利的带领泰国民众走出困境 与施力级身后庞大的家族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马哈成年之后 施力级王后将自己兄长的女儿取配给马哈 这中间仍然包括着育困家族的历史背景 这是一桩典型的门当户队 具有政治色彩的皇家婚姻 年轻的马哈王主还没有意识到这桩婚姻的真正含义 两年之后他就有了外遇 抛弃了宋沙瓦丽 在外面生活了十多年 马哈带着第三者李瓦达 还有他们生下的五个孩子回到王室 主动提出与宋沙瓦丽离婚 而宋沙瓦丽呢并非一般女子 王室不能让他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更何况他一点过错也没有 最后虽然离婚了 宋沙瓦丽仍然保留王妃头衔 与帕查拉公主一起居住在王宫 享受王室成员的一切礼遇 这就是施力及王太后的面子 还有宋沙瓦丽身后 强大的家族背景的作用 如今普明鹏国王已经离世好几年了 马哈显然没有拉马九世王的 强大驾驶和威力 他仍然需要有强大背景的 育困家族支持 所以马哈瓦吉拉龙宫国王 最近平凡的向原配宋沙瓦丽示好 泰国军事从来都不是王室一家独大 佛教僧王和军队高官 他们基本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而各大家族又与佛教和军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室必须要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里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左右牵制 提升自己的位置和影响力 在这方面拉马九世国王做得非常优秀 他让泰国王是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巅峰 马哈继承了王位 但是他没有能够继承他父亲的优秀作风和品质 他在民众的形象远不如是灵痛公主 生活作风方面更是让人们无法把他与一个好国王相比 在泰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他竟然带着二十多位嫔妃在欧洲娱乐潇洒 而且马哈从小就任性 身为国王 他仍然我心我素 不顾社会影响 上次册封施尼娜为贵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政府和军界 已经有很多人对马哈的任性表示严重的不满 王室也不再是拉马九世时期 全民崇拜的王室 马哈已经预感到了危机 在他去年正式加冕的时候 他就册封宋沙瓦丽为一母妃 让他主持泰国红十字会 公共福利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慈善事业 宋沙瓦丽一直以王妃名义从事这一方面的慈善活动 马哈最近有意识地与宋沙瓦丽一起 频频同框露面 其实也是在向外界传递某种消息 宋沙瓦丽生活在王宫 一直受到王室的重视和尊重 他的女儿帕查拉公主 也早已承担王室的公务 成为拉马十世国王和石灵通公主的左膀右臂 受到石灵通公主的影响 帕查拉公主工作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已经成为了民众非常喜爱的王室成员之一 在马哈的几个孩子当中 帕查拉公主应该是最优秀的一位了 好 好